你之前一直住在别院 不愿回府 这次怎么突然 肯听老夫人的话回来了 祖母六十岁大寿 我当然得回来了 那姑娘这次回罗府后 打算留下来吗 虽然不会留下来 探望完祖母母亲 我们就回去 可是姑娘 您毕竟是罗府的嫡女 总不能一直 罗府有何好用 关系复杂 貌合神力 在别院的时候多好啊 清静自在 二世 刘府真的这么好 祖母就不会 把我村去别院了 你们怕这么高 太危险了 是啊 七姑娘 你要是出事了 我们可担待不起 下来吧啊 你们干吗呢 你们别搬了 你们别搬我娘的东西 别拿 这是我娘的东西 你们不要拆 不要拆 你干什么呢 别伤着孩子 把手松开 小娘 你快让他们停下 停下 这是你父亲做的决定 咱们府里的风水得改改呀 你看 咱们把这个院子拆了 做个大水池 多好呀 这样祖母的身体才会好 你的父亲才会平步轻云 步步高升啊 不 这个院子是我母亲 唯一留给我的东西了 你们快停下 你不能去 一宁 他们会 会伤了你的 你真不能去 你松手 小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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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叫大夫啊 小娘 好 好 好 小娘 寡人 是妾身的错 没能保重孩子 妾身知道 你对这个孩子十分地看重 你有什么错 不 这本应该是我们第一个儿子 一宁 你平日里犯的错 为父都能原谅你 但这次不行 我再问你一遍 我再问你一遍 你认不认错 我就不认错 来人 把他给我拉出镜堂 罚贵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放出来 养不教 父之我 您要是再做谋下去 我看这丫头是要给咱罗家 带来大货的 月蝉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因为她没了 把小姨宁安排到她母亲的别院去 祖母 我真的要去吗 祖母不想你再待在小娘身边 这是为你好 要是我真的在罗府长大 还指不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姑娘 当年之事 难道您就不打算自证清白吗 乔乔娘心思深重 而且这件事情 过去这么多年了 怕也是找不到什么线索 不过 信你的人自然会信你 不信你的人解释再多也是徒劳 不信你 前面有阴倒了 姑娘好像是逃难的难民 清渠 你给海拔把卖 雪枝 你去拿点吃食 还有衣物过来 是 奇怪 好像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们去车上拿点药 支撞 你穿着煞好锦里做的礼仪 你不是难民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倒是有几分小聪明 可惜晚了 放开我家姑娘 别动 否则我立刻让她血剑当场 快上车 进去 上 又是你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非要把我赶尽杀绝 玲瓏 这些年你做过什么 自己心里清楚 我们只不过是替天行道 来取你的狗命 你 也不不必要把你 在一个人 就要让你弄我 你怎么不贵我 你怎么贵我 他就算贵我 我去贵我 你怎么贵我 狗咬狗不是冲我来的 请学学知 我们走